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泥水抹灰施工程序的重点。 抹灰之前,要把所有墨线和泥饼做好。 使用白胶浆的时候,要按生产商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抹灰工序。 要按图纸、合约规则或工程师指示把工作缝做好。 每一层抹灰开始凝固之前,要完成所有面层抹灰工序。 墙身底层抹灰的厚度在20mm之内,可以在同一天分两层完成。 如果抹灰要分天完成,在当天完成之后,要把底层抹灰画花。 面层抹灰当天,要先向墙身浇水。 窗台面和冷气机台面,要有足够的坡度。 窗的顶部,要有机嘴或滴水线。 个人的安全装备和外墙的竹棚,要符合安全规格。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,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。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,最重要的是,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。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。 积心合力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。 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。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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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